娱乐圈里人应该比较缺乏真心的朋友吧,所以很多明星们都会把自己的经纪人当作是最好的朋友,赵丽颖的经纪人对他来说应该也很重要,因为在经纪人过生日的时候,赵丽颖直接素颜出镜,也就是因为赵丽颖在微博发布了庆生的照片,原本大家都是很开心的, 可就是因为这张照片,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对赵丽颖的吐槽,甚至有网友对赵丽颖发起了不同的攻击,原因是从公布的照片就可以看出,当天的赵丽颖是素颜上镜,脸色也不是特别的好,最主要是,拍照的时候,赵丽颖站在了中间的位置,有网友呢把这个位置叫做C位, 网友表示看着很不舒服的感觉 网友表示他不应该站在那个位置,那个位置应该是寿星的位置,为什么拍得好像是寿星给他过生日一样 所以有些网友表示是支持赵丽颖的,因为他们觉得赵丽颖是老板,站在中间也没有什么问题,而且男的站在后面,女的站在前面,都是这么站的,赵丽颖正好站在中间,有什么不可以吗? 还有的网友却觉得赵丽颖就是想要出风头,其实小编觉得,也没有什么风头可出,又不是他过生日,经纪人过生日,他是去庆生而已,站在哪里又有什么区别,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开心就可以 可以